5日坐著要到了 6日有一間地名的餐廳 他們的肉粽是很有名 在千年過後就開始 白立大量的頂端 簡直表示 為了要讓大家吃到好吃的餐廳 這品質是要非常注重 現在就帶大家來品香 為了要營營翁日的來港 很多餐廳是開始在把肉粽 來應付民眾的訴求 6日一間地名的餐廳 因為點來的肉粽是非常有名 他們住民到千年過後 就會開始沒用來這麼大量的頂端 還會有消費者的訴求 肉粽是在我們牧先生的特色 然後他過年之後 很多客人都會一直問 問看我們當時還有開始肉粽 所以我們都會拿雜證 跟他在清明節過後 我們就會開始把肉粽 還這麼標誌肉粽要做得好吃的 來賓的餐廳 一點都不能吃菜 他們處理會用乾杯 火鍋 豬肉 點點的食材 而且一定要非常見過 才可以來收養 有肉粽裡面有很好的料 裡面有乾杯 乾杯 火鍋 豬肉 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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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蜜 還有米 然後這個包起來就是 因為肉粽有很多海藏的香味 你用的東西要好 你也要煎得漂亮 再來就是你做的習慣 然後你滷了 滷了之後你要用食材 下去用 所以客人吃起來 就是時間到明天好 所以這個都一直回來了 雅加油又說 為了要劈面操作最大的創 是跟實在分製一段一段 讓每一個肉粽都一樣 再可以來補充這個肉粽的品質 為什麼我們這個配料要一碗一碗配 對 就是原因就是 要讓它裡面的東西要平均 我們不是像別人這樣子一鍋一鍋 然後它這樣撈這樣撈 因為我們的料很多 料很多 當時是怕它的肉粿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一項一項 慢慢撈 撈一碗一碗這樣 對 這裡待它的品質就好 在這裡表是肉粽要好吃 除了今天食材是很重要 漏到煮的過程也很注意 再可以把食材的好味道 放開到最大 變成一粮人人都要吃的肉粽 新中華新聞削中青六甘蔡報導